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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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少女人系的粉玩具 Alex 哈囉 歡迎光臨 到這是我的化妝台 接下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最愛 就是口紅收納架 這個口紅架之前是 請我朋友幫我訂做的 因為東西真的太多了 所以必須要向上發展 桌上已經放不下了 因為其實我以前刷具都是開放式 那後來因為家庭那種衣服啊 棉絮什麼的 會讓那些刷具上面黏了一些太多毛 所以還是決定就是用這種 有蓋子的那個收納盒 然後它裡面有附那個珍珠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 那個刷具就不會亂動 那像 底妝刷的話我也會都放來抽屜 盡量不要讓它黏到毛 像唇釉 唇蜜的部分 因為它們都長比較長 所以就可能平放會比較好放 那可能比較特別的是就是 就是像口紅有一些區域不好收的地方 我會盡量用那個分個條 就是你可以自己壓成你自己想要的尺寸 然後就可以把什麼區塊這樣分好 那我今天口紅的話 我自己嘴巴上用的是這一支 那個 White Seal的 23號 這支的自己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是比較偏有點像玫瑰色的裸色 又不會太紅 然後也不會太塗 最近我蠻喜歡的 還有像是Chanel的這一支 也是純露 但是它會比較 比一般 比這個純露又再滋潤一點 它是192 是有點 比較偏粉一點的玫瑰 那像 最近很紅的那個 小花腮紅 大家就是出入門的話 你必須選的第一個顏色的話 我覺得會選的 8號 Melon Pop 因為它這個顏色的話 就是比較不會挑膚色 然後不管是什麼人用 都會覺得就是一個 氣色很好的感覺 然後不會太塗 就會讓就是臉部直接有一種明亮可愛的感覺 所以我就還 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啦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前陣子就還蠻紅的 五花博小花師 好 Big Pop 就是比那個08的Melon Pop 要稍微再深一點點 然後再紅一點 可是它不會讓你點 看起來變太髒 雖然想要介紹東西還很多 不過今天就這樣吧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掰 好 好